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讲座,我是蔡律师,我们是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文字的力量,绿卡申请中表达技巧至关重要 我们大家知道,经常有的时候申请人说,我有好多成就啊,可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那我应该怎么组织,怎么表达呢?那当然了,你这个客观证据重要的 另外呢,那你需要有一定的技巧,然后呢,要表达出来你做了什么工作 为什么你在这个领域有突出贡献,那么因为你申请交上去呢 那不是你本人,也不是音像资料,那是这个文字的材料 所以呢,要用文字来突出你的成果,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呢,我们有一位客户,他是中国象棋的棋手 那这个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民族的国家的这个限制的活动 这方面的成就,那怎么来解释呢? 我们可以说啊,中国象棋有好多年的历史啦 里面啊,叫楚河汉界,联系到比如项羽啊,刘邦啊 是怎么回事,你得越说越远了,比较跑题了,是吧? 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比如说在实际申请中呢 我们做一个类比,这个国际象棋 有波尔加三姐妹,比较有名 在美国对于一般人来说呢,也往往听说过 从这方面可以加以为比 这个呢,是年轻一起的 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呢,有的还记得 在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期间 曾经有一次美国的棋手,下棋赢了苏联的棋手 然后呢,在全美国引起了轰动 包括当时的美国总统都发了贺电 那我们也引述了这方面的历史,新闻 讲到了呢,这个体育活动,文化活动 包括向其在精神领域的作用,重大的影响 后来呢,申请得到了批准 再举一个例子呢,我们有一位NIW的客户 他是来自韩国的,是小提琴的演奏家 那怎么论证他符合NIW的要求呢? 我们讲到了音乐在社会中的作用 包括呢,在美国学校普遍的有音乐的教程 这些重要性 那么这个呢,也帮助论证得到了这个NIW的批准 这样的艺术的人才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表达的技巧还是很重要的 你不仅仅需要有真直的情感 要有强烈的愿望和情感表达 仅仅有这些是不够的 比如我们举一个例子 婴儿在这个哭泣 哭的时候这情感非常真直,也很强烈 但是呢,并不一定能够引起大家的感动 反过来呢,比如说 如果是有的音乐作品,文学作品 为什么能够有广泛的感染力 引起共鸣,打动的作用呢? 因为除了前面讲到的这个主题啊 情感啊,还是需要有一个记性 比如说呢,对于歌曲啊 要有优美的旋律,要有歌词等等 这一方面呢,很衰的说,对于很多中国 尤其是理工科的申请人呢,是一个弱象 过去叫这个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 然后呢,因为有的你有成果 有的人说,哎,我觉得这就够了 前面已经举了这个例子,是吧 你要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要不然还对移民局来说 审理你材料的人不一定能够了解你的工作 和别的申请人比起来,为什么就更突出啊 为什么应该批准你的,而不批准别人的申请啊 所以呢,这一点包括比如说在Litigation 法庭诉讼啊等等这方面 当然要有一个立场,但是仅仅有立场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技巧,不能说这个就是对,就是好,就是好 需要要以理服人来行事技巧方面 然后呢,那你需要让大家都容易理解和接受 比如说呢,美国前总统里根,他是演员出神 讲呢太空防御计划,当时讽刺的人呢 说啊,这叫星球大战计划 实际上呢,反而让更多的一般的民众 更好地了解到了这种计划的重要性 然后呢,为这个计划取得了更多的支持 那么类似的呢,比如说宇宙的生成 大爆炸理论,当时也是反对者用这个嘲讽的方式 起了一个昵称,叫Big Bang Theory 结果呢,实际上反而深入人心 让更多的人呢,了解 那么这些例子呢,都说明 你要有一个能够被大众 一般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名义和形式 是很重要的 那比如说,最近的新闻 政治家提出来呢,叫Green New Deal 也是模仿罗斯福,新政 都要给他一个响亮的,易懂的名字 这个在大众文化,当然很重要的 再举一个例子呢,有一个电影 叫杀戮场,Killing Fields 这个电影播出以后呢,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比如说,当初的红色高棉 一直到现在呢,强烈的负面形象 和这个电影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回到我们这个申请上来说 有什么作用呢?可以做类似的类比 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申请人是博士后 还在事业早期阶段 不是长期的固定的教职 怎么样来回复反驳呢? 那可以讲到,比如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 两位科学家,Watson和Kreek 当时两个人一个是博士后 另一个还是PhD博士生 那么说明呢,这样的身份 和是否做出重要贡献 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是技术员呢,我们知道 比如说有不止一位得到诺贝尔奖的 有的日本科学家,有一位叫夏村修 还有其他的,这都是技术员出身 可以做出类比,讲到说 申请人做出重大的贡献 和他的这个job title 并没有冲突 那么有的申请人做的神经科学的研究 说这个叫ALS很理论化 如果你给他一个human face 来解释一下 著名科学家霍金 他就得过这样方面的这个疾病 比较容易移民官理解你做的工作 是哪方面重要意义 那么还有呢 比如说有的申请人做的是神经受伤 然后康复方面的研究 那怎么来描述呢 比如说在电影里头扮演超人的这个演员 他呢就是因为在骑马的时候 后来摔下马来受伤 举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一腺癌 苹果公司的Jobs 他是因为这个疾病而去世的 像这样你就可以比较清楚 讲到你的工作的意义 大家知道呢 此前有过新闻 讲说美国公众 来说对于活着的科学家 大家知道有谁 大部分人能够举出的只有一个霍金 结果霍金还去世了 意思是说呢 有的在你本领域 你认为如雷怪儿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在领域以外呢 可能知道的人很少 那你需要引起共鸣 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你的工作的重要性 那你需要注重这个受众 不能说完全自我忠习 那这一点Pi们也是一样的 他要写这个ground proposal 申请funding是吧 需要注意到 讲到不能说这个工作是为了自娱自乐 为了完全是紧紧看索科学的奥秘 你要讲到这个工作的实际意义 对于移民官来说 如果有不同领域的申请人 批准哪个不批准哪一个呢 比如说很多人诟病 说这移民官太简单了 只看文章数字引用数字 因为这样的话呢 这个工作不求有功 但求无故 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 比如说在找工作的时候 有一些公司或者是面试的人 他主要只看GPA的数字 那么这样呢 即使判断错了 他也好有一个理由 一个借口 一个交代 那么当然了很多申请人不希望这样 你不想让所有成就被紧紧reduce 到简单的数字上 那么怎么办呢 你要把你的工作 要能够用大众理解的话 讲清楚 然后讲到你的工作的重要意义 在很多时候呢 这个言语啊 逻辑啊 描述啊 不容易表达的地方 有时候你费了很大劲 吃力不讨好的地方呢 你举一个例子 就豁然开朗 一目了然 比如说呢 此前我们讲过 关于党员身份啊 等等这些 比较合适的一个例子呢 大家知道 有这个小说 叫1984 中文英文的都有 然后在英语世界呢 是非常popular的小说 也有对英的电影 那么从这里面呢 做一个解释 就是说呢 有类别啊 这方面 从移民官 以及大家 对于这个pop culture的理解 就很容易讲明说 党员神情 是不是自愿的呀 然后为什么会有 一系列的事情啊 就不用费那么大劲去仔细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呢 有的时候要避免争议 比如说呢 这个对于EBYA 杰出人才申请 一个著名的例子呢 是现在的第一夫人 美拉尼亚她是一个模特 她自己的绿卡 原来呢 是通过杰出人才签证 这样的政治人物嘛 一些争议 可能呢 不是很适合 可以举呢 有的演艺圈啊 运动员啊 科学家啊 这样的公众人物 包括呢 一些文学作品里面的虚拟人物 那你做的工作呢 需要能够蹭这个热点 能够结合起来 比如说呢 环境啊 经济啊 能源啊 医疗啊 各种疾病等等 接近生活 从这些方面 然后呢 更好地讲到 而不是仅仅罗列说 发表了这么几篇文章 大家应该都 对这个贡献十分熟悉 然后来尊敬我的工作 实际生活呢 不是这样的 有这个责任 需要向受众 解释清楚 重要性在哪里 难点在哪里 你通过什么approach 解决了这个问题 相应的有什么支持的证据 所以呢 看到表达技巧 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